大家好,本期我们分享的是,根据现代分子人类学考证,刘备也包括他的祖宗中山晋王刘胜,根本就不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人,和所有的汉朝皇帝也都没有血缘关系, 只因为长安宫中的汉景帝被来自南方的不知名隔壁老王戴了顶大大的绿帽子,以下为最新论文引述,关于Y141213是中山晋王刘胜的讨论的相关节选,距今3000年到2300年,东西两周时期,全国产生大大小小一大堆醋,动辄十几二十几个一级分支,但这些醋状爆发到秦汉时代截然而止,两汉期间仅产生F155, Y141213两个大醋,F155,Y141213,在ISOGG2019-0710上的编号,共组于O2A,也近24000年前左右,可以说毫无关系的两个家族,汉景帝刘起确认是刘邦后裔,刘胜确认不是刘邦后裔,那么除了极低概率的暴错婴儿以外, 只可能是其母贾夫人有情况,给汉景帝戴了绿帽子,Y141213的扩张可以说是非常偶然的事件,中山静王刘胜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恐怕再也无法寻得, 从Y141213上,但又背书F793的分布特征,可以猜测他是个南方人,入宫谋生,发生了种种事情,最终他的亲生儿子从长安分封到了远在河北的中山国, 从此开启了一段荒颜无度的人生,汉景帝甲鸡在历史上留下了记载,除了生下赵晋肃王刘鹏祖,中山晋王刘胜,这两个成年后彼此不合的儿子, 就是作为汉景帝宠妃,曾随他打猎入上林院时,如厕遭逢野猪袭击的事迹,让库立志都成就一番忠义之名, 汉景帝起初是让志都进厕所去救他,志都不肯,又差点自己持冰刃去救, 既说明了对甲鸡的宠爱,也说明当时的男女大方,包括外臣和后宫嫔妃的隔离, 确实不像后世明清那样苛刻,而且汉景帝后宫中还确实有王制这种, 先嫁他人,生下一女,再入宫为妃,更生下汉武帝刘彻,因此母一子贵成为皇后的例子, 因此甲鸡生下他人血统的孩子刘胜,以汉景帝皇帝的名义受封为诸侯王, 翻衍众多后人,数量竟庞大到仅次于刘氏皇族这个大宗,也并非什么匪夷所思之事, 后世以中山晋王刘胜为元祖的历史名人,除了刘备外, 还有西晋名臣刘坤,唐朝名臣刘雨昕等,上面这篇考据论文的原作者也是其中之一, 大汉王朝之所以为大汉王朝,绝不似后世满清, 刘邦立下白马之盟,非刘步王,但从不是后世一些人误解的刘杰克王, 皇子和诸侯王以外的皇室宗亲,从来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天皇贵宙, 也和寻常世人一样的为官入室,立功封侯, 世幻时亦无任何高人异等的特殊待遇, 而如刘备这般,在建立工业前连爵位都没有的空头宗室, 更是成千上百,数不胜数,汉末却有无数人人之事, 从荀渝到诸葛亮,他们真正维护的是四百年大汉王朝的法统, 而绝不是为刘邦子孙一家一姓做江山的私利, 更不会认为但凡是个姓刘的,便是天皇贵宙,天生高人异等, 深州大好江山就只能由刘是一家一姓去做, 因此刘备从血统上并非是汉高左刘邦的后裔, 甚至极有可能只是中山晋王刘胜这么一个混入皇室血统的野种后人, 却能从知习贩侣之徒到半生戎马立国开疆, 成就一番基业,反而更证明了他这一生奋斗得难能可贵, 即是对从贪污革命到王侯将相宁有种呼的中华英雄梦的最好验证, 也是历史对那些现宴日本菊花王朝万事一戏, 整日一言如果刘备统一中国, 刘汉皇朝就能和日本皇室一样千秋万代的现代人的极大嘲讽, 不亦快哉, 事实上如果说当年商汤将下朝末代天子商纣秦祸后, 将他流放于南朝让其自然死亡, 还算是勉强复合上古更立天子时的法则, 毕竟近代出土的战国时文献诸书纪年五帝纪, 更有顺求姚于平阳取之地位顺求姚, 复言赛丹珠始不与复相见的记载, 兼修儒法的大师荀子也同样认为, 姚顺善让说是虚言浅漏之谈, 那么周五王激发将商众王这位前天子逼得自焚, 更将他的尸体斩首以告四方的行为, 则赤裸裸地宣告了所谓天子, 上古相传天地在人间的代表, 当去失道之时也是可以被人臣所施杀的, 后来产生的儒家学说, 以周文王周五王和周公但父子为三代圣贤, 便不得不将周五代商革命以正义化, 于是他们宣布天子一旦失道变成毒夫, 杀之不为弑君, 彻底确定了华夏文明朝代更迭的崭新法则, 王侯将相宁有种呼的上古英雄梦同样发端于此, 陈胜吾广振臂一呼, 甚至连孔子的子孙也积极投身到这样的农民异军中, 其后方能诞生汉高祖刘邦这样的不一天子, 以及丰佩群豪这样的不一将相集团, 在汉景帝时, 儒家学说代表袁固还专门就这一问题, 和道家黄老学说代表黄生在皇帝面前激烈争执, 因为此话题直接关系汉王朝的建立和合法性, 以及是否同样可以被新的王朝取而代之的可能, 所以汉景帝宣布话题过于敏感, 不予讨论, 但此后, 随着汉景帝之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西汉王朝其实正是默认了儒家一派的观点, 汉武帝直接宣布代汉者当屠高, 对众大臣表示, 不闻一信虽常亡天下者, 但是失之, 非无父子可以, 花有开就有灭, 人有生就有死, 花下大地自古亦无不灭之王朝, 大洲王朝黄黄八百年如此, 大汉王朝赫赫四百年亦如是, 直至今日, 也却有很多人对刘邦建立的蜀汉政权的特殊感情和认可, 倒不如说是文质武功辉煌灿烂的四百年大汉王朝的推崇, 造成的移情心理, 才坚持蜀汉也是汉朝历史的延续, 然而中国古代史上最伟大最宣赫, 以天汉及银河为名, 奠定了后世华夏民族足名的伟大王朝, 终结了自己历史使命后, 以一场冠冕堂皇, 盛大隆重的善让典礼退场后, 仍可在自己封地里, 以天子之礼交际, 上书不群臣, 受赵不跪拜, 祭祀宗庙如汉制, 已经算是退场的极为潇洒, 定要强行宣布其局促于两汉十三州的一个州里, 续命四十多年, 终究还是逃不过被司马氏攻灭, 为人臣鲁的下场, 留下此间乐不思蜀之笑谈, 当真就更加光彩吗? 流水不浮, 虎输不渡, 三百年王朝周期律的周而复始, 土枯纳新, 也确定了华夏文明相对于欧洲中世纪贵族文明的先进性, 共非崇尚天子万事一系, 而洋洋自得的东营之井八可比, 刘备是不是汉氏宗亲, 当然是, 中山晋王刘胜是汉景帝正式分封的诸侯王, 刘备是刘胜的后人, 所以无论他有没有汉高左刘邦的血统, 他都是不必质疑的汉氏宗亲, 对刘备元祖刘胜血统的考证包括本期的内容, 既不是黑刘备的英雄一生, 更不是黑蜀汉政权或者两汉王朝, 而是更加印证了一信不可偿王天下, 或者说皇帝轮流坐, 今年到我家, 这个华夏万幸之共识, 神舟天地不移的道理。